可能在你个人的读经生活当中 也会发现其他的好像有问题的经文 那么好好去做这个research 我相信一定有很好的解答跟答案 好 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关于这个圣经的所谓矛盾 好了 我们下面就开始要进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对神的认识 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doctrine of God 神论 然后我们要进入这个神论 这个对神的认识 那当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神的熟性的认识 就是三为一体 Trinity Trinity 那么整个的神论 基督论 教会论 或圣经论 有一个的信仰的告白 叫做Westminster Confession 那么我不晓得你们在email有没有收到Cathy给大家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告白 就是Westminster的信条 那这个信条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的系统神学 那我们系统神学一跟二基本上都会参考 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它里面有很完整的这个神论 救恩论 基督论 教会论等等 那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的背景 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么基本上是在17世纪1643年到46年 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 有121位的牧者 牧师 他们住在Westminster Chapel 我不晓得大家没有去过伦敦去看那个Westminster的大教堂 哇 改得很漂亮的 他们是放下了一切的教会的事工 专心的就是住在那个地方 每天他们的工作就是祷告 交通 然后要把这个信仰的重要的内容 我们基督徒就叫信是什么 把它很完整的 很全备的 用了三年的时间 很多时候他们为了一个小小的点 应该要怎么写 他们可能禁食祷告好几天 就是祷告 交通 再祷告 然后用了三年多 就把这个的信仰告白 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2000年以来 最完整的一个信仰告白 所以这个信仰告白虽然是在17世纪 但在今天很多的改革中的教会 长老会的教会 还是用这个信仰告白 那么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指头 这个引言 在这个引言里面呢 把这个信仰告白的几个特点呢 特别的讲到 那么 这个信仰告白 基本上 他的教会论呢 是用长老会 长老智慧 加尔文的教会论 那将来我们特别在 讲到这个教会论的时候 来特别说明的 那整个的神学 基本上是 完全接受加尔文的神学 那么他第一条 他总共分了33章 第一章是特别 强调圣经 的重要性 那么这个 B.B.Wolfel 是20世纪初的 一位重要的神学家 他说是 在基督教中里面 最完美的一个 圣经论的告白 然后在整个的信仰告白当中呢 预定论在这个信条当中 展示出非常成熟的风貌 很平衡的 教导神的主权 跟人的自由 也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地方 不是很极端的 单单告取神的主权 跟预定 同时也是非常强调 人的努力 人的自由一致 那另外 当你读这个 Vespinian Confession 你发现里面 有非常清楚的 Covient Theology 蒙月神学 那这个蒙月神学 可以说是 清教徒神学 他们 非常成熟的 一个神学上的发展 那么 蒙月神学的一些 初步的观念 在加尔文的神学思想里面 可以找得到 但是整个开发结果 讲到永恒之约 安典之约 工作之约 这些很成熟的解释 跟应用呢 是清教徒神学 Puritanism 他们一个重要的贡献 那这个重要的贡献呢 就在这个 Vespinian Confession 里面 我给你们再大声一点点 就有很清楚的 一种的说明 神人之间的关系 那另外 这个教义 这个教条 这个信条 也非常 强调 这个得救的确具 assurance assurance of salvation 怎么知道你真的是 重生得救呢 那个得救的确具 是什么呢 那在里面 也就很清楚的 一些说明 那么关于这个 三维一体的教义 我们假如有这个 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 来看一下 你们有没有拿到 这个论神 三维一体这一页 有 那么 我们只看他的 最下面的第三段 我们一同来读 这个第三段 在神的统一性内 有属于一个本质 全能 永远的三个位格 之为父的神 为子的神 和圣灵的神 父不属于哪一个 既非所生 亦无所有出 直永远又福所生 圣灵永远又 父和子而出 那你发现 我们中文的翻译呢 总是觉得 不是很通畅 那我读一下英文 它原来的意思 第一句 在神的统一性 内在 在神的统一性 内有属于 一本质 全能 永远的三个位格 他结局翻成中文 真的翻得不好 你看他英文是很清楚的 在英文里面定义的多精简 多精彩 我再读一遍 你们可以写下来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还记得这个在教父时代 他们用的图 父子圣灵 他们是神 但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in the unity 在这个神的 Godhead 神的本首 神的本体 one being里面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there be three persons 有三个位格 这三个位格是 同一个 性子的 one substance 同一个的 神性的 one substance 同样的power one substance power and eternity 在永恒里面 就并存的 然后这三个位格就是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and God the Holy Spirit 然后再 听到下面的说明 the father is of none 父是从 不是从任何的东西 而自动存有的 所以他描写得很精简 the father is of none neither begotten 不是生出来的 也不是产生 no proceeding 也不是由任何的源头 也不是由任何的源头而出的 但是他下面一句 讲得很清楚 the son is eternally begotten of the father 圣只是在永恒里面 从父 而生 强调 父跟子是有一个生命的 一个关系 是从父在永恒里面生 不是在时间里面 而产生 eternally begotten of the father the holy spirit eternally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而圣灵是 从父 与子 而出 这个很有考据的 一个是出 一个是生 要 vespin's confession 是强调 从父 跟子 而出 那这个是 跟尼西亚圣经 我们等一下 要研究一下的 尼西亚圣经 在主后325年 没有提到 从父 跟子 而出 只是提到 从父 而出 但是 这里是加了 这个从子 而出 但有它的一些原因 但是 这个加上去之后 也产生了 我们了解的 东方教会 跟西方教会 也因为 加了这个 从子 而出 所谓 从子论 产生 东西方教会的 大分量 拉丁文是 philochial 这个是 子 这个是 and and son 加了这句话 在尼西亚圣经里面 原来是 从父 而出 但是 后来这个 尼西亚圣经 被增添了 加添了 这个 and son proceed from the father and son 也就是所谓的 the local controversial 就是所谓的 从子论 或者叫做 和子论 加上这个子 和子论 那这些 我们等一下 再发时间 去研究 去讨论 很有意思的 但你发现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英文原稿 太精彩了 太精简了 你再听我读一次 它太精彩了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there be three persons of one substance power and eternity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and God the holy spirit the father is of none neither begotten nor preceding the son is eternally begotten of the father the holy spirit eternally preceding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这是最完整的 一个三一论的 一个俗说 那么在初代的教父 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 跟圣灵神学里面 有简单的提到 是用这个图 来表达 神的Godhead 放在中文叫做本首 这个Godhead就是 one being God 神是只有独一的一位 one being God 不是 好像有三个独立的神 就变成是三神论 tri-theism 所以在三个议题里面 最反对的 是三神论 是一个本首 one Godhead 所以在 Vasmin's Confession 讲到很清楚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只有一个本首 一个one being God 所以在旧约里面 常常讲到 独一真神 除我之外 没有别神 是一个神 不是圣父 一个神 圣子 一个神 圣灵 一个神 是三个神 不是三神论 是一个本首 one being 但在这个的本首 Godhead里面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there are three persons 有三个位格 并存 God the Father 父是神 圣子 是神 圣灵 是神 然后这三位是 united 连结在 一个本首里面的 然后在这个 本首里面 在这个one being里面 在这个本体里面 这三个位格 是独立并存的 所以圣父 不是圣子 圣子不是圣灵 圣灵不是圣父 其实就是 这个初代教会的教父 他们所发明的一个这个图 来说明 来表明 三位一体 这个的奥秘 所以当我们讲到 三位一体的时候 trinity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三件事情讲清楚 究竟什么叫三个一体 你要讲明三件事情 就在我讲义上面所说的 第一 你一定 要强调三维一体 这个一体是什么意思 是one being one godhead 就是旧约 就是旧约所讲的 独一的真神 神的独一性 他是独一的真神 除他之外 没有别神 是一个本体 而不是三个 entity 不是三个本体 不是三个神 所以 要我们一同翻到 圣明记第五章第七节 然后再看 哥林多前述第八章 圣明记第五章 其实十条诫命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七节我们一章来读 除了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没有别神 只有耶和华独一的真神 再翻到哥林多前述 第八章第四节 哥林多前述第八章 第四节 好 我们又来 论到既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 算不是什么 也知道神 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只有one being God 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 不是三个神 不是圣父 一个神 圣子 另外一个神 有圣灵 又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神 三个一体 我们第一 要了解的 是这个一体的意思 是独一的 一位 一个的真神 不是三神论 所以 三位一体的这个教育 第一点就是 让我们确定 这位神是 在一个本手里面 在一个being里面 不是三神论 这是第一点 透过这个三位一体的教育 先打掉 triseism 不是三神论 那今天 很多的异端 基本上是 没有办法真的体会 三位一体这个奥秘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 三神论的观念 是 父神 是一个神 要次等神是圣子 要再次等是圣灵 常常是这种 subordination 三神论的这种观念 所以 其实回教 摩罕默德 为什么会起来 就是他基本上 他误会了 他不理会 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 他以为 当时的 罗马天主教 在讲 多神论 triseism 所以为什么 摩罕默德 非常强 讲到是一个神 阿拉 独一的真神 他觉得我们基督徒 都在搞偶像 搞 搞多神论 都把 整个信仰 搞错了 其实 是他自己搞错 他没有真正的体会 三位一体的真理 他误会了 以为 基督徒在 讲多神论 所以他为神 大发热心 要铲除 这个基督教的 这种 多神论的思想 神只有一个 独一正神 阿拉 是至高的 不像你们基督徒 讲的 又是 耶稣是神 圣灵是神 满天神 神佛的 他误会了 但是 的确 很多的 牧者 基督徒 搞不清楚 你今天去 教会里面 随便找一个 信的 五年十年的 基督徒 请问他 究竟三位一体 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大部分的 讲不清楚 所以当我们 讲三位一体的时候 这个真理 包括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 one godhead one being god not three gods not three independent god 不是的 是一体 但是奇妙的是 在这个 godhead里面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there are 什么 three persons 哇 Vestimus Confession 那么精短的 一句话 就把整个的奥秘 讲得很清楚 in the unity 在这个本首里面 连了 连在一起的 并存在 这个本首 这个being里面 有三个person 有三个位格 这是第一点 什么叫三位一体 先要了解 这个一体的意思 第二 这个三位一体 要表白的 有三个位格 并存 并存 的 父 是神 子 是神 圣灵 是神 是三位 独立的 位格 假如 你在你的讲义上面 可以加解一句 三个独立的 位格 并存在 本首里面 在我的讲义 给你们的 指写 三位格 不够清楚 更准确的 描写是 三个独立的 位格 并存在 本首里 coexisting 这位独立的 正神 在他里面 是有 三个独立的 位格 然后我们 看一点点 在旧约里面的 暗示 当然很清楚 在创世纪 第一章 二十六节 在创世纪 第一章 其实从 第一章的 第一节 就已经看到 神的创造 起初神 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 混沌 约面黑暗 神的灵 运起在水面上 然后神说 有光就有光 提到神 提到神的灵 提到神的话 logos 然后到了 一章二十六节 神怎么说 我们 要造成 我们的形象 按照 我们的样式 看到吗 是我们 表示神是 有 超过一个 位格的 所以他 才说 我们 当然到了 新约 我们就知道 这个我们是 包括圣父 圣子圣灵 他们在永恒 里面团契 在永恒 里面相爱 在永恒 里面交通 要把他们的美善 把他们的性情 放在人的里面 所以 让我们看到 有我们 是父 子 圣灵 那当然 我们从很多的经文 看到 天父是神 对不对 也看到 圣子是神 最明显的经文 哪里 讲到 耶稣是神 约翰福音 第一章 都很清楚了 台出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什么 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 那希伯来书 第一章 也讲到 耶稣基督 是神 荣耀 所发的光辉 他的创造 他用全能 拖住万有 那另外一个 很直接的算稿 很多人比较忽略的 是在 以夫所说 第一章 因为 我们的 和本圣经 翻得很 misleading 但是 以夫所说 第一章 是七节 是个很 清楚的算稿 耶稣是神 我们来看 以夫所说 第一章 是七节 找到我们 一种来读 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 神 荣耀的父 我们和本圣经 会给你一个感觉 是什么 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 神 这位神 就是荣耀的父 有没有给你 这个感觉 好像是 我们跟父神祷告 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 父神 荣耀的父 给你这个感觉 但是 其实 在原文的圣经 讲得很清楚 是 求我们的神 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神 所以 这个一章 十七节 大家回去 看一下 这个原文的圣经 太清楚了 求我们 求我们 的神 耶稣基督 讲得很清楚的 在原文里面是 把神放在前面的 我们的神 这位神是谁 对啊 对啊 我们刚才 希腊文不是学 creos 这个字吗 主 还记得吗 耶稣 黑梦 我们 然后耶稣 christ 这个是 基督 这个是 christ 这个是 阿瓦 这个是 God the God of chew law 你看 能不能清楚 求我们的神 它是 希腊文放得很清楚 神是放在前面的 但是不晓得 为什么 何本 把求我们 耶稣基督的神 把神放在后面 后面有说 荣耀的父 所以大家以为 这个神是荣耀的父 是指到父神 跟父神祷告 其实 他是向耶稣祷告 今天很多人 还在说 我们祷告 跟天父祷告 可不可以跟耶稣祷告 你看这里是什么 跟耶稣祷告 保罗 是 求我们的神 主 我们的耶稣基督 翻成英文是 The God Our Lord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是神 很清楚的 然后第二个位格 才是荣耀的父 才是荣耀的父 分开的 所以耶稣是神 耶稣是主 那有没有什么经文 很清楚证明圣灵是神 所以我们讲三个一体 第一部分 先把一体 这个观念 讲清楚 第二 要讲三个位格 而且要证明 每一个位格 都是神 天父是神 耶稣是神 圣灵是神 这是地月部 有什么经文 要我们看到 圣灵是神的 有没有 我们看 十足行传 有好几个经文 讲的圣灵是神的 我们先看一个比较具体的 十足行传 第五章 好 十足行传 第五章 我们看这个 第三节跟第四节 找到我们打算来读 好 彼得说 亚来里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价饮 四字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去卖了 价饮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信你其解之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的 你看到吗 前面讲到欺哄圣灵 后面讲到欺哄什么 神 所以圣灵就是什么 圣灵就是神 那么另外 我们再看 马德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在大使命里面 耶稣叫我们要奉 谁的名 施洗啊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 所以你都看到 耶稣很清楚 把圣灵并列在 这个神的这个本手里面 其中的一个位格 所以同样的 我们每个礼拜天 常常领受祝福 在提摩特后诗十三章十四节 约什么 主耶稣就在恩惠 圣灵的感动的高中 天父的慈爱 你看 把这个从神来的祝福 是从三个位格 父 子 圣灵 圣灵并列在 父跟圣子当中 所以 表示圣灵 跟父跟圣子一样 是同样的神性 那当然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在介绍圣灵的时候 也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 表明他的神性 我们一同翻到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十六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我要求父 付着另外 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另外这个字 那么在希腊文里面是 Alon 那这个另外 英文放在another 但是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呢 是another the same kind 不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还是另外一个同类的 跟耶稣是一样的 能够完全代表耶稣的 同样的属性的 another the same kind 那当然一个最明显的 对圣灵的描写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 讲到圣灵什么 参透万事 参透万事 这是谁的属性啊 神的属性 所以证明 圣灵是神 好 所以 当我们要了解三维一体的这个真理 第一步 要说明什么是一体 one godhead one being 独一的真神 第二要说明 在这个godhead里面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they are free persons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god the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刚刚做完第二步 证明了 天父是神 耶稣是神 圣灵是神 但是还有第三步 第三步是最重要的 就是 free in one three in one 要说明那个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是什么意思 是 这三个独立的位格 是彼此 并联 不分开 在 神的本手里面 这是最难理解的一件事情 一方面 他的位格是独立的 但是 在他这个本体里面 他们又是并联的 所以我在讲义上面 收了一个图 以前没有给你们的 翻开你的讲义 这些图基本上 是要表达 他的父跟 子跟圣灵的并联性 父 子 圣灵 你看到 从父的独立的位格 他是跟 子 跟圣灵 怎么 并联的 然后圣灵 他独立的位格 但是在他的本体里面 他跟父 跟子 又并联的 然后 圣子也是 他是独立的位格 但是 同时他也是 跟父 跟圣灵 有并联的 当然这个的 并联性 的 Godhead 是在这一块表达的 这一块 是本首的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They are God The Father They are God The Son They are God The Holy Spirit 这个并联性的意思 就是说 有父 有子就有父 有圣灵就有子 这是 在本体里面 是相通的 所以耶稣怎么说 父在我里面 看到吗 我也在父里面 特别刚才我们读的 这个 约翰福音 十四章 有圣灵就有圣子 并联的 比如说 耶稣在这里 讲得很清楚 我们来看 十四章 十八节 我们用来读 十八十九二十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逼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耶稣明明要升天了 怎么耶稣会在门徒的里面呢 因为有圣灵 就有什么 就有圣子了 耶稣透过圣灵 与我们同在 那有圣子 就有圣父 因为 我在父里面 父也在我的里面 也就是 三维一体里面 这个真理里面 最奇妙的一个事情 所以当耶稣 道成肉身 在位格来上 从他个人的位格来说 他从天而降 道成肉身 他是一个独立的位格 在地上行走 完全的人性 跟完全的神性 但是从这个三维一体的 本体的三 而一 三连一 这个角度来看 他 所以耶稣说 不是我一个人在 父在我里面的 不是我一个人做见证 而是父与我一同做见证 所以 这个图应该是 这样理解的 在圈的体里面 主耶稣 在他 在神的本体里面 这一块是切不掉的 你懂吗 虽然他道成肉身 但是在整个的 三维一体里面 是这样的一种形态 耶稣 行走在地上 有子 就有父 父怀里的独生子 把父神显明出来 也有圣灵的存在的 在本体里面 但是 也同时在独立的位格 他们也可以独立的彰显的 所以当耶稣在 约旦河受洗的时候 圣灵仿佛格子 独立的领导他 表明圣灵独立的位格 同时天上有圣灵说 姐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所以 妙就是妙在这里 独立的位格 独立的位格 但是 肉是在本体里面 本手里面 在Guardian里面 是 三连的 定存的 姐就是上连一体 最奥妙的地方 所以 有子就有父 有圣灵就有子 是上连的 那这种上连性呢 很难表达 所以 要找一个的例子 来表达他们的上连性 又表达他们的独立的位格 很难很难 那么 有人过去 用太阳 太阳的本体 发出 这个光跟热 好像 这个 有三个不同的表达 对不对 但是这个比喻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not one substance 本体的 nature 跟光的nature 跟热的nature 不一样的 not one substance 虽然他们是并存的 有太阳 一定有光 有热 是并存的 对不对 你能够把那个 co-existence 表达出来 但是不能把那个 那个 共同的nature saint nature one nature one substance 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例子 基本不行 那有人用水 水有这个固态 冰 有液态 有水晶气 solid liquid and steam 那么都是水 这个很好 saint nature 都是h2o 对不对 表达的nature 是one substance one nature 但是问题 不能什么 冰存 冰就是冰 你看到冰 就看不到 这个水 对不对 就看不到水晶气 水晶气跟冰 是水火不溶的 日热它就没有冰了 就变得水了 水之后 到100度 就没有水了 变得水晶气了 所以不能把那个 coexistent 并存性 来表达 所以 怎么来表达 这个三维一体呢 当然 奥古斯丁在他写的一本书 叫Trinity 是有很多不同的比喻跟表达 假如你们要研究三维一体 你可以专门研究奥古斯丁的三维一体论 他写了本书 叫Trinity 但 对三维一体 最当初的教父 最大的贡献 定名三维一体的 我们知道是谁啊 特土良 特土良的贡献最大 他是第一个人用 God is one substance with three distinct person 这个的句子来表达 三维一体的 那么 想来想去 我们大家回去去 想一下 怎么去表达这个赛媒体 那我昨天晚上突然想到 一个东西可能也蛮好表达的 大家都很喜欢种玫瑰 对不对 你看玫瑰 它有根部 然后它有一个长长的茎 然后长了很多的玫瑰花 所以我就在想 它有根 有感 有花 这三个是什么 三样东西都是 独立的 但是又是并存的 但是他们的生命的 内容 是一样的 都是有生命的 同一个生命的 而且呢 是不能分开的 你一分开 它就不存在了 the root the trunk and the flower 都是有 都是有它的 独立的 独立性 花就是花 跟感不一样的 但是它的内容 里面的 nature 又是一样的 是生命相连的 又是并存的 好像有一点点 能够表达 给我们感觉到 一点点三维一点 他们那个 我听一个老姊妹 喜欢过 就是说 可以把三维一体 想象成那个 苹果 这种苹果糊 苹果肉 苹果皮 都是苹果 他就是说 有点类似 它是用这个类似 一个人的 你的大脑 手的脚 你这么理解 大脑是 是不是 对 所以 阿古斯丁也是 有用这种的 比喻 他用人的 就是三种的功能 灵魂体 都是united in one human being 是一个体 但是很明显 他有独立的 三种功能 魂的功能 思想情感一致 灵的功能 跟神沟通 灵受歧视 还有身体的功能 所以用人呢 这个灵魂体的 三种功能的并存 也不错的 但我们会再过 一两堂 会讲到这个人论 究竟人是 三元论 还是二元论 其实也是一个 很争议性的 所以 的确 还是有缺点的 你发现这个 他能够把 他那个合一性 是一个玫瑰 的植物 它的一体性 并存性 可以表达 但是的确 被造之物 没有办法 找到一样东西 真的把神的 本体的这种 属性 可以完全地内比 没有办法 因为你发现 连耶稣的神性 跟人性的并存 就算我们在物理学 就算我们在物理学里面 找到类似的东西 但是在理性上 也没有办法理解 The nature of the light 因为的确神是 an other existence not belonging to the world 他是完全超越 整个的万有被造 至上的这位神 我们只是能够 把他所启示的 这些部分 稍微了解他 从整本圣经的启示 里面我们贵纳出 对 圣经里面没有 三维一体这个字 所以很多人就 很不服了 说 为什么我们基督教 讲三维一体 你看圣经里面 没有三维一体 Trinity这个字 但是没有这个字 但是整个这个字的 内涵的意义 整本圣经都有启示 只是神的仆人 把神在旧约新约 对他自己的 这种俗信的启示 我们把它summarize 用一个字 来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字是非常棒的 真的是 Trinity的意思 就是 Triumph God 就是 三 三 in one Trinity 就是三 and unity 三 in one 简单的这个英文 在拉丁文 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三 但是你要详细的解释是 三 three person united in one in one Godhead 就是刚才的 Smith's Confession 所表达的 但是这个英文字太精彩了 TRI就是 three three person Nity 就是unity Unity three three person united in one Godhead 对了 这是很好的问题 很聪明 这个问题 从神的 这个本体的 属性里面 的确 父子 圣灵是 不能切开的 不能分的 所以很多的解释家说 父啊 为什么离弃我 不是在本体上面的离弃 来自这个永恒的团契 因着世人的罪 归在耶稣的身上 圣父也念 不堪圣子 圣子跟圣父的 这种爱的团契 跟交通 被罪 断绝 但是在他的本体里面 不会切开的 但是在他独立的位格 as a God man 他 钉死在石架上 甚至 是耶稣基督 神的第二位格 下到阴间 不是天父为我们钉石架 这难都难在这里 在本体上面 块里面是不分 但是在独立的位格 有他独立的工作 跟contribution 所以我们 在讲义上面讲到 父子圣灵 他们是 同工同荣的 有不同的分工 跟他们的contribution 包括这个救赎 这个救赎 天父如何参与在里面呢 神 父神爱世人 爱那个地步什么 上他的独生子 赛牌给我们 赐给我们 所以这个救赎 所以能够 今天 临到我们身上 那个根源 万福的源头 是父神 猜派 圣子 圣子愿意顺服 愿意接受猜派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结实在十下上 完成了这个救赎 但是 这个救赎 要成为我们的经历 恩典 祝福 跟经历 跟得着 需要什么 圣灵 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 来做光照 重生 承圣 引导的工作 所以你发现 我们能够 得着耶稣的救赎 能够活在这个救恩里面 你发现 父 子 圣灵 他们都有不同的contribution 不同的参与跟贡献 少一个都不行 那主耶稣的贡献 就是圣子 神的第二位 是他定死 不是圣父定死 不要把这个位格 混熬了 我们等一下有机会 讲另外一个异端 所谓圣父定死论 就是神格为一论 的一个异端 所以我们要分得很清楚 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定死 也下到阴间 也复活 圣天 今天在父的右边 永远是个神人 Godman 永远有他的人性 是个 glorified body glorified human nature and divinity in him 所以太奇妙了 今天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 他永远是这个神人 永远是个神人 完全的人性 完全的神性 然后被荣耀 glorified 有个荣耀的身体 这个荣耀的身体 多么可以摸得到的 会看他肋旁的那个洞的 又可以跟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 一同吃早餐的 甚至耶稣应许说 我不喝就不着吃 直到在天上喝了新的日子 他有一个 不是灵体 灵体就不能吃不能喝了 他还是有一个真实的 荣耀的身体 能吃能喝 但是他的存在 又不在乎吃喝 超越吃喝 又超越时间空间 太奇妙了 所以 独立的位格 当耶稣在钉十加的时候 的确 这个holy trinity 没有被拆开 在神的本手跟逼引里面 没有被拆开 不是说 在钉十加的时候 整个的triump God 就裂开了 永远不能分的 这是最难最难理解的一个奥秘 假如你想过了一点点 就会变异端的 因为你想过一点点 太过强调他的unity 你就会变成是 胜负也钉十加了 你看到吗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强调他的unity 不能拆开的 不能分骨的 另外呢 又要强调他的位格的独立性 是耶稣神的第二位 他在钉十 不是天父在钉十 所以这个一线之差 你跑得太过强调他的unity 很容易就变异端 所以神学上非常重要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哎呀 神是那么超越的一位神 我们不要用神学知识来限制神 今天很多人常常有这种不可置论 对我们对这位超越的神 真的知道很少 但是要知道 我们对他的认识是确定的 是因为他借着圣经 启示我们 假如没有圣经的启示 的确这位超越了神 我们无从知道他任何的东西 但是今天我们的 对他的神学的知识 所谓神学 the knowledge of God 是volent reliable and trustworthy 因为是从圣经的启示 而带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 神学的知识那么重要 假如你自己只是闭门造居 拿着本圣经去读读读 自以为聪明 很容易就变成在过去两千年 教会历史里面其中的一个异端 你看今天在我们中间的 耶和华见证人 摩门教 这些异端 他们当初也是很热心的一些 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一些人来的 但是他们读圣经 闭门造居 就觉得 这个三为一体 他们没办法理解 你们基督徒在搞三神论 所以 只有独一真神耶和华 只有天赋 耶稣只是个大限制 没有所谓 三为一体 这就很容易变差了 所以我也曾经跟你们分享到 我今年六月在香港做培训 两个部会的同工 都是带领几百人的教会 一个同工跟我说 王老师 你讲这个圣灵论 三为一体 讲错了 神会惩罚你 所以难怪你身体 这个脚麻 神在惩罚我 结果他的理论很有意思 他说 其实呢 他说 天父是国王 耶稣是王子 圣灵是宰相 听起来蛮有意思 但是很明显 解释什么错误 把耶稣当成赤等神 国王大还是王子大 当然国王大 那圣灵就是宰相就更低了 所以搞了个三神论 赤等神 赤等神 这个是什么 亚流派的错误 所以我们有时间会讲到亚流派 是一位长老 也是很热心 很爱住的 但是 但是真理的知识跟不上去 那我两年前去洛杉矶 看望一个牧师 他很热心 很爱住 在洛杉矶的Downtown 第七街 有一个的照顾 就是Homeless的中心 每天就给他们三餐 照顾就是Homeless 给他们衣服穿 给他们日用品 然后我去参观他的事工 哇 这个牧师真的 为神大法热心 很有爱心 但是在三个议题上面 他都没办法了解 他说 基本上 只有耶稣基督是主 是神 你看在十字心传 哇 他振振有词 他引用十字心传 跟我辩论 你看十字心传 他说 你看十字心传 第三章怎么说的 第四章 然后 先看这个 第二章的三十八节 比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他说这个十字心传的启示 才是最高奉的 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是要奉什么 耶稣基督的名 他说圣父就是耶稣 圣灵就是耶稣 所以你看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所以他们叫做重洗派 假如你过去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他说不行 搞错了 你们都要重新洗一次 要奉耶稣的名受洗 但我就跟他说 明明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 父的声音 圣灵仿佛格子 是三个独立的位格 怎么你说只有耶稣 唯独耶稣呢 他不跟我回答这些问题 我说明明耶稣在十字架上 跟天父祷告 在主导文的时候 跟天父祷告 父啊为什么离弃我 这两个独立的位格 怎么说 他说只有一个位格 一个神 旧约了耶稣以天父的角色表现 那耶稣道整肉身 就是他的本体 然后呢 圣灵就是耶稣 只有一个神 他没有办法接受 三个一体的观念 而这个宗派 叫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你上网上一打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是一个在美国很大的 原来五旬节中的 一个的宗派来的 他们很采配 好多宣教师到别的地方去的 所以难怪为什么五旬节中 灵恩第一波在开始的时候 福音派教会 基要派教会 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五旬节中 所谓的这个 Pentecostal Movement 因为这个五旬节运动 一开始之后 差不多有三分一的 五旬节中的信徒 他们都变成异端 都不接受三分一体 因为他们是超圣经派的 他说 你把圣经给我看 哪里有写三分一体 没有这个字啊 你们信三分一体 错了 只讲 唯独耶稣 只信耶稣 所以为什么 五旬节运动 会被基要派 来攻击 不但是一些 灵恩的经历的问题 或者泰国高举灵恩经历 他的基本教义 完蛋 幸好后来感谢神 有些小的五旬节中教会 他们叫Joint Force 联合变成Assembly of God Assemble Together 成立的神兆会 整个五旬节运动 能够保留国旨的 其中一个大的宗派 就是神兆会 Ryan Bonnke 是德国神兆会的国旨 夏宗基牧师 是韩国神兆会的国旨 他们非常注重神学 他们 有 非常严谨的神学训练 所以 你可以在神兆会的系统里面 可以读到他们的神学博士 他们里面非常重视神学教育 神的知识 那些只想 哎呀 就是看异乡 今天在那边等异梦 听声音 都走到异端 我告诉你 因为不好好研究神的话 说知识没有用 知识不是生命 知识没有能力 不注重神学知识的 都变成异端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的平衡 这个2000年的道统 我们一定要抓住 过去所犯的错误 只是一线之下 讲多了一点点 就变成异端 我们真的要很敬畏 很小心 大灾尽情的奥秘 神在肉身显现 我们真的不敢多说 一多说真的会出于恶者 会变成异端的 怎么讲到刚刚好 差到好处 不能多讲一点 也不能少讲一点 那这个就是神学知识的研究 就是theology the knowledge of God 我们需要重视的 不能说 哇 神是超有万有 我们根本不要用神学知识 把神框住 你否定神学知识 很容易 你就会在自大当中会失落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平衡 非常的小心 所以盼望 不是单单只是知道 系统神学的 这一套的学问 我们要学到那个 面对认识神的 这些基本的态度 跟方法 比如说神的真理的矛盾并存 那么 对真理的这种敬畏 真的不敢 太过高举自己的聪明 而自夸 你想到一些的观念 你要回到过去2000年当中 日光之下没有信誓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是个神学家 有新的发明 假如你发明出来的东西 过去2000年 神的仆人没有讲的 可能你就是一个 心派神学 所以你发现 在二十世纪 出了很多的心派神学 我们下堂课讲到 这些什么解放神学 和好神学 希望神学 或者过程神学 都是异端来的 我告诉你 任何新的发明 过去这2000年 这些神的仆人没有讲的 你搞一个新的明堂出来 我告诉你 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 但这些的心派神学 我们要懂一点点 究竟他们搞些什么 解放神学 什么叫process theology 什么叫过程神学 什么叫hop theology 希望神学 我们要了解 好 所以关于这个三媒体 刚才面与一个 很好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本体没有分 位格却是独立 耶稣基督 独立的位格 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他独立的位格 为我们下到迎接 但是在本体没有分 像这样的话 你理解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 对他独立的位格 接着圣灵的大能 使他复活 是他站在人性 神性的独立的位格 他定死 他下阴间 他复活 所以你不能说 天父为我定死 天父为我复活 不能这样讲的 但在本体里面 有质就有负 有负就有质 是不能分 其实有一个理解 我们老理解 我们生活生活设定是 以物质来理解 刚讲的那个玫瑰 根 钢和花 但是在那个灵界 是非物质 对 不能分的 在灵界在本体是不能分的 物质理解很难 国家生的功能不一 因为基督就是救赎 对 是能去保护 是保护 对了 他的contribution 他们的位格的功能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父是那个的 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面的拣选者 也是拆派者 把圣旨拆派 他是万福的源头 他是那个origin 那个source 然后耶稣基督是执行 这个救赎的工程 挂在木头上 担当我们的嘴 要圣灵把这个客观的救赎的恩典 来应用 apply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 经历得到 三个位格 不同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了解 三个位格 不同的恩典跟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就很丰富了 我们可以跟天父祷告 父啊感谢你 你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 你这是万福的源头 父啊你爱我 爱这个地步 拆派你的独圣旨 为我舍己 这是对谁的祷告 父 Glorify God the Father 然后我们向耶稣祷告 主耶稣你何等爱我 为我舍己 你是神的高养 配受一些荣耀送赞 那么同样 能不能跟圣灵祷告啊 可以 圣灵有作事啊 从人的比喻来说 圣灵如同母亲 生我们 养我们 待我们 所以为什么保罗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跟圣灵 有fellowship 跟圣灵有fellowship 有没有跟圣灵讲话 当然要跟圣灵讲话 才叫fellowship啊 那你跟圣灵讲话 叫不叫做祷告呢 当然叫做祷告嘛 你感谢圣灵 圣灵感谢你 充满我 给我平安 给我圣灵的果子 圣灵啊 你引导我进入真理 圣灵啊 你来充满我 你说这个是不是祷告 当然就是祷告 所以很多的 die hard 祭奥派说 我们只能够跟天父祷告 你看耶稣的例子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也没有错 但是神的启示 是progressive 是渐进的 我们的确看到 一副说的第一章十七节 是跟谁祷告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跟耶稣祷告啊 也跟天父祷告啊 包括老约翰 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主啊 我愿你来 这个是不是祷告啊 是祷告啊 跟耶稣祷告嘛 对不对 同样 圣灵虽然是自引的 但是 从很多的教导当中 我们要跟圣灵交通 当然要跟他讲话 可以跟他祷告 像他父求 圣灵啊 来光照他 重生他 拯救他 摧毙他 跟圣灵祷告 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能力 我们不懂得向圣灵祷告 圣灵没事做 我们都不求圣灵的 圣灵啊 来重生他 圣灵啊 来充满他 我们要跟圣灵祷告 圣灵就施工 但我们不跟圣灵祷告 现在 对 只讲天父 不完全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 die hard 死硬派 就是只讲天父 也没有错 但是不完全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丰盛 所以赵荣基牧师很可爱 他一早起来就说 Good morning Core in spirit 跟圣灵说 早 你好 哇 圣灵你是教会的主人牧师 你要帮我 教我 应该怎么来牧养这个教会 要做什么事情 今天跟圣灵祷告 所以他的教会 是圣灵 自由的运行 圣灵被glorify 被honor 圣灵就乐意来做工 当然我们大家都不honor圣灵 当他只是一个能力 一个恩赐 No He is a personal God We should worship him honor him 所以 正确的神论 正确的三维一体论 会影响你整个的生命 整个的侍奉 不要以为 哇 这个三维一体好像 没有什么重要 看不懂 不了解 假如你真正的了解 你整个的生命会被改变 你会很平衡的认识 尽力 复求 圣父 圣子圣灵 好 那我们就停在这边 好 我们做一个 感谢结束的祷告 Hallelujah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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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